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新股紅綠燈 今天繼續由Rex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新股資訊 今天的主題就是即將進入新股高峰期 究竟有哪一隻新股是值得大家去留意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一個iBond賽後檢討 iBond正式上了市 每人都大約可以分到三至四手 第一天上市的表現和我們之前預計的105元 的確是有少少出入的 但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錢賺 以短線來說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回報 最重要是這次賺完的 我們就下次新股再賺 所以我們就要留意 接下來新股熱潮 究竟有哪一隻新股值得我們去留意 根據最新的港交所文件顯示 接下來會有六隻 都是比較大型的新股會招股 其中京東健康市場全公司會集資300億 上市之後市值都超過1500億 另外比較大的新股包括有恆大物業 存緊的集資金超過200億 另外最多人說的 我相信應該都是南月亮 南月亮作為洗衣液的一哥 由六月底香港交所入市申請到現在 差不多接近四個月的時間 中間都傳過不少是說南月亮會上市 招股 最後終於了 去到剛剛上星期 南月亮正式通過了港交所聆訊 應該如無以外下星期就會招股 但也要留意京東健康和南月亮 甚至恆大物業很大機會會撞期 在狀期的情況下 投資者就要留意 在資金部署方面就要看哪一隻會是重心股 另外有哪一隻可能是小柱去申請 在我的角度也要留意 我在這個list裡也會有說的 就是今期新股有六隻 另外比較冷門一點就有一隻叫泡泡 另外一隻生物科技股叫和派醫藥 其實你們不要小看 其實他們兩隻都是上市之前 都引入了不少大型基金入股 其實上市之後 甚至IPO的時候 都可能都會引入了一些基礎投資者 又或者上市之後也會有不少小型的基金 甚至大中型的基金也有機會 在上市之後掃貨 所以大家看回 今期的新股熱潮 我覺得都頗值大家去留意 有不少好的股票 南月亮我相信就是市場焦點股 作為市場的一哥 不過在我的角度也要留意 南月亮沒錯 它作為市場一哥的確是不錯的 但今次講的是 公司有幾個全集資金接近78億港幣 上市之後市值超過800億 都可以粗略計算 就是今次IPO發行的股數 佔整間公司的股本大概10% 其實股數那方面 其實有些像 早前9月份上市的龍夫山泉 都是股數其實不多 變相在貨源緊張的情況下 始終南月亮 作為洗衣液一哥 再加上內需概念的情況下 我想今次IPO 都會有不少的基金 會願意 有興趣想買這隻股票 變相在貨源供應有限的情況下 需求大 應該短期內有機會 股價會炒到一個比較不合理的水平 如果根據上市文件顯示 其實南月亮過的幾年 雖然盈利其實增長速度很快 但也要留意收入方面 其實增長步伐不算很快 再加上看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公司的收入其實沒什麼大增長 還要盈利方面 也不見得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所以我會覺得有少少暗勇 如果股值太高的情況下 上市之後可能炒 其實有機會炒高了之後 其實股值已經去到很不合理的情況下 要小心點 如果上市初期高追 會有一個風險 是有機會股價回落的 這個就是大家要留意 所以在我角度 南月亮這麼多人想抽一隻新股 我相信今次招股反應應該都很熱烈 上市初期應該表現也不錯 但也要留意上 可能上市之後 如果股價炒得太高的話 以中長線的角度 有機會 表現未必會太好 大家也要留意上 南月亮是近期新股的重點 另外兩隻比較黑馬 我覺得比較黑馬 包括一隻賣玩具的泡泡 另外另一隻就是生物科技股的和泡醫藥 其實都是一些有質素的公司 像泡泡一樣 近年的業績大幅增長 是一隻高速增長型的股票 另外和泡醫藥 在上市前引入了不少大型基金入股 其實都是值得去留意的 不過有時就是IPO很趕時機 剛巧如果這麼多隻新股撞在一起的話 就算公司質素多高也好 因為可能資金不充裕的情況下 導致可能招股反應可能一般 但也要留意上 好像早前螞蟻一樣 在螞蟻招股的時候 榮昌生物製藥和藥名巨落 其實招股反應都一般 但你可以看回上市之後 其實表現其實都挺出色的 所以大家在業蟻股也需要留意 但藍蟻股也需要留意 可能那些黑馬出道來的表現 可能會更加 我們抽新股也要留意 除了講資金之外 也要留意中簽率和上市之後的升幅 如果中簽率太低 就算藍月亮做例子 就算收得升幅是很厲害的 但如果中簽率非常低的話 其實以整體回報其實不算很吸引 反而比較冷漫一些 那些黑馬的 如果第一天上市 表現其實可能的升幅不算很誇張 但如果中簽率非常高的話 其實以資金的回報率 其實可能更加好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暫時我提及過那六隻股票 就未出招股書的 如果有更多資訊公佈的時候 我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新股紅色燈頻道 如果覺得我們做得好的話 歡迎去追蹤我們的頻道 亦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